今天的好轉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ubusky航海王系列 兩年後的納美啊 然後這是所謂的大河版 對 就直接給大家看啦 這一個應該也是少數Cubusky裡面 角色竟然還有拿大型東西的 一般Cubusky就是商品的人 就沒有其他東西啦 算是個人覺得還蠻少見的 打開個裡面讓 然後基本上商品就分為身體 頭 天后棒 跟底座 現在底座好像真的就是這樣子 花紋的彩繪的底座 並不會說出現其他種底座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底座的部分 所以可以確定商品應該是沒有告白的問題 天后棒是軟的 底座部分是這樣子 他的手鐲的部分 是活動式的耶 這點還蠻特別的 然後 裝上去 然後 底座的部分 為什麼底座這邊後面多了一個小洞 喔 我懂為什麼這邊多了一個小洞 這邊這個小洞是拿來固定天后棒的 像這樣 這邊這個小洞 注意看這邊有個小洞 這邊有個小洞 這邊有個小洞是拿來放天后棒的 放上去就是這樣 正面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我發現我這一隻不好耶 注意看的話 我的 納美的右手這邊有一點點藍藍的 可能是染到他的褲子的顏色 這點沒有很好 而且其實 我覺得天后棒有沒有固定在那個洞 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這一組 還蠻微妙的 注意看這邊眼影的 眼角的那個 眉毛部分他也有畫出來 還蠻好看的啦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上面是這樣子 有點像芒果冰的顏色 腳是這樣子 正面 轉圈圈給大家看 Kewbasky的納美 兩年後的納美 他這棒子 而且他最好笑是他的右手 我現在才發現 他的右手拿的還是一個 比前的姿勢啊 那他也可以給右手拿嘛 可是給右手拿 感覺 有點怪怪的 對 建議還是給左手拿啦 這是兩年後的納美 頭應該也可以跟其他那種 大型的頭做互換啊 像剛剛有的 這個 女帝 這樣的女帝感覺 有點微弱 沒有什麼霸氣感 這是兩年後的納美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考慮去購買 售價也是大概三百多塊就找到